网路交友常常发生受骗受害的案例 不过在国外也有人透过特别的社群网站找到真爱 进入影片之前 雨萍还是要提醒大家 网路交友要谨慎 以前大概只有大学生会利用聊天室 或者是BBS丢水球来认识男女朋友 而在网路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 现在各个族群的人士都可以利用网路 来帮你筛选你想认识的对象 除了这种传统的约会网站依然吸引大批人潮之外 还有一种新兴的客制化约会网站也受到热烈欢迎 像是如果你高过平均的身高 那么你可以在高朋友toffriends.com注册 又或者你希望有人能像爱你一样爱护你的宠物 那么就试试与宠物约会 DateMyPet.com Love at First Click 一键钟情作者 老李戴维斯 通过他的公司eFlirt 帮助人们成功地进行网上约会 他表示这类网站大致分为两种 有些约会网站帮助人们的关系 有些关系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都在谈论 但也有新约会 它们也在谈论 它们在谈论 技术上 它们在谈论 不同的用户感 即是 Facebook 联系 让你看到你的朋友的朋友 或是連接你到Spotify 讓你把你的音樂放進去 還有像是 FindYourFacemaze.com 臉孔配對網站 這種以用戶臉部特徵尋找伴侶的網站 在你上傳照片之後 系統會在你的臉上測試67個點 然後與數據庫的所有人 用演算法進行比對 以此找出最佳配對 噱頭十足 Mischer-Maffeya 就是在FindYourFacemaze.com找到男友 對 因為他有很好的笑容 我以為他很帥 然後我以為讓我去認識他 先讓我做這個決定 因為你永遠都知道照片 但當我認識他 我突然向他感興奮 馬他節列先科 在六年前通過VishDate.com 素食者約會網站 認識了他的男朋友Larry 對這對情侶來說 網站給他們一個深入聯絡的機會 專家表示在有限的網站空間 使得尋找高品質的人十分困難 建議在付款前 可以嘗試一次免費的體驗 而雖然有不同的途徑 但是所有的交友網站的目的 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讓人們找到可以在一起的伴侶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